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唯一北纬30度附近的四大文明,其中诞生了一批觉醒的人 他们创立思想,著书立作,带领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什么这些人会集中出现呢?他们的思想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轴心时代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的哲学思想似乎陷入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因此书本话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 那些诞生于今天的,长达几十万字的哲学著作 其实都是在重复阐述前人的哲学观念 而且这种停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阅速,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如果我们尝试向前翻阅,就会发现不管是董仲书、朱喜还是知行合一的王阳明 他们也都是在改进那些已经出现的观点 例如董仲书是儒家人物,朱喜是儒家人物 虽然王阳明的思想中包含着儒士道三家的精髓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位儒家人物 从秦朝开始,我们只听说过为道德经注解,为论语注解 却再也没有出现一本新的道德经 纵观世界哲学的发展史,也是同样的结果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自从百家争名之后 人们总是通过研究圣贤经典,提出一个新的想法 如果有更多人认同这个想法,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思潮 而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化的思想,却陷入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这是怎么回事呢?想要进一步解析这个问题,还要从一个概念开始说起 在1949年时,德国的思想家亚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名为轴心时代的概念 所谓轴心时代,也被称为是不死文明研究 亚斯·贝尔斯出生1883年,他诞生的这一年,也就是马克思去世的这年 而且这两人,同样都是德国籍的哲学家 亚斯·贝尔斯认为,在很久之前的世界上,曾诞生了很多高度发达的文明 一如古埃及文明,亚树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又或者是华夏神话中的三皇五帝文明 他们走出了原始社会,建造了庞大的城邦,他们高度繁荣,甚至诞生了交易和阶级分化 但是无意例外,他们最终都走向了灭亡,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世界上的文明就这样频繁更迭,一直持续到2800年前 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四大文明 意外地逃离了这个更迭循环的宿命 这是为什么呢? 亚斯·贝尔斯通过研究四大文明的资料发现 之所以他们能够逃脱轮回,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时期 相继诞生了一批圣贤人物 一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先知 古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老子、孔子 这些人提出思想、著书立作 给各自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不同的思想体系 将整个人类的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就是轴心时代理念 此后每当我们遇到会导致文明灭亡的危机时 人们总会试图从轴心时代的思想中去寻找一个 可以让文明延续的方法 而那些没有诞生思想体系的文明 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那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到底都提出了什么呢? 我们先从苏格拉底说起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他的思想同孔子一样 也认为一个文明的危机 源自于其知识和道德的缺失 所以他才会研究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邪恶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伪 然后基于这些理念 为西方创造了一个真理信条 同样在当时的以色列王国 也出现了一场名为先知启蒙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以赛亚、撒加利亚等先知人物 自称为是神的使者 他们之所以降临人间 就是为了批判那些不道德、不公平的行为 自觉产生邪恶的欲望才能重建人类文明的圣殿 同样在古印度的北部 加批罗维国的王子释迦牟尼 在一次游历时 看到了一些百姓正在承受苦难 于是他也认为苦难和邪恶 就是导致文明灭亡的原因 所以他亲身体验苦难 战胜苦难 创造了众生皆苦的理念 告诉人们只有摒弃欲望 才能真正觉悟于这个世界 同时遥远的东方大帝 也正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在列国之间的平凡征法中 老子 孔子等人 为了避免文明灭亡的危机 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并且孔子的思想 同以上三人一样 都是在尝试为文明 构建一个全新的道德体系 在逐星时代的背景下 有人会讲经不道 有人则广受弟子 虽然各自的方法不同 但目标和结果却出奇的一致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四个相隔万里 又彼此孤立的文明 为什么会在一个大体相同的时期 集中诞生这些觉悟的人呢 难道真的有什么东西 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吗 不同文明之间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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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主义惦记人的马克思韦伯 也曾研究过轴心时代 在他之后 有一个名为帕森斯的美国社会学家 通过对比韦伯和二战的资料 提出了一个叫做哲学突破的说法 他认为轴心时代出现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四大文明中 都诞生了精英阶层 这些人接受了教育 有时间思考历史 因此才创建了各自的思想 不过以上这些说法也都只是猜测 时至今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这四大文明 所产生的思想体系 都是在劝人向善呢 到了这里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道德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核心 残酷的就是道德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牢固 虽然老庄认为儒家是愚府的思想 认为制定道德的人最不道德 因此还提出了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的观念 认为道德只是帝王奴役民众的工具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完备的道德观念 是一个文明发展的必需品 为什么轴心文明的思想体系 都是在制定道德 劝人向善呢 主要就是因为 那些没有制定道德观念的文明 秉持丛林法则的文明 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用荀子的话来说 就是人性本恶 如果没有善的教诲 没有道德的规范 没有法律的约束 世界就会陷入一个无秩序的状态 虽然我研究道假 但道德确实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 孔子不知道道德 会成为帝王手中的工具吗 他应该知道 所以他才会说 不患寡而患不君 不患平而患不安 不担心没有的疯 就怕疯得不够公平 但想要避免文明的毁灭 就要杜绝人性中的恶 如何才能杜绝呢 利用道德来教化 利用道德来伪装 之所以说伪装 是因为在道德出现后 丛林法则也并没有消失 只不过从互相争斗 变成了强者庇护弱者 弱者供奉强者的关系 如此一来 文明才得以延续 这也是轴心时代的文明 共同提倡道德的首要原因 那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没有 起码在当时没有 就像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一样 清朝曾遵循法家思想 避免让道德成为最大的不道德 但最终 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名 因此董仲书罢出百家 尝试用儒家的教化 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 后世不管王朝如何更迭 几乎所有的帝王 也都延续了 使用儒家之国的理念 用道德教化的方式 自科举出现以来 礼记和龙语 一直都是天下学者的必读书目 但很显然 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人类文明 进入了一个从诞生到繁荣 再到分化 压榨 灭亡的循环 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轴型文明在发展方向上 也存在大量的一致性 就拿理来说 仁义 理智性 礼节 规矩 是轴型文明共同产生的一种美德 所谓礼节 就是道德的外在表现 有了礼之后 文明才可以被称为是文明 礼最初的意义 是起到教化的作用 就如同教育一样 让人们从长期的习惯中 搭建起一个文明的基础 但可惜的就是 当一个文明发展到某个节点时 这个礼却变成了贵族 压制平民的手段 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各种服饰 或者是我国古代士族的茶道 又或者是现代一些家庭的繁琐礼仪等 让礼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从而也就出现了高雅和低俗 其实哪有什么高雅和低俗的画法 不过是变了位的规矩和道德而已 总的来说 相比起来 善意的谎言比残酷的真相 更适合让一个文明延续 现在很多人听到善良 总会觉得嗤之以鼻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预兆 如果人们真的按照本性去争夺 将社会的道德变成丛林法则 那恐怕最终还是要走向奴隶制社会 因此在上一个礼崩约坏的时代 人们通过构建道德体系 掩盖了人性中的恶 从而使人类文明 进入了一种看似道德 其实不道德 但依旧能延续地循环社会 至于未来会如何演化我说不清楚 但我知道的是 人类不能成论于物质 要持续追求思想上的超越 那么今天的能力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